中印两国在这个班公湖达成协议 双方撤军 这个当口呢 俄罗斯通讯社报出来一条新闻 说中方在去年中印对峙事件中 印度死亡20人的时候 中方的死亡人数是45人 这种新闻在国内肯定会被屏蔽的 但是中方又不能不认账 所以一个没死 这不现实 那么他们公布了一段录像 说死了四个人 我们都知道去年双方的冲突 尤其是印度给死亡的士兵 类似于国葬的礼遇 那么中方就传出死了不少人的这些新闻 我们看到了一些视频是关于中方的墓园 那么墓碑呢 刻意的被遮掩住了 后面死亡的一些士兵的名单 陆陆续续泄露出来 其实已经不止四个了 所以这个 媒体宣布只死了四个人 大家都是不太愿意相信的 那么我们知道 全国范围内为此至少抓了七个质疑这种新闻的人 尤其是微博粉丝比较多的是吧 据说有两百四十万个粉丝的这个微博一个大V 南京的一个网友 他的微博名称好像是蜡笔小球 那么他当时就被捕了 是以寻衬知识罪刑事拘留的 拘留了以后我们看到 他有一个电视认罪的视频 说他自己错了 说他自己在键盘上打着字 喷着 这些异想的时候 是勇敢的士兵保卫了边境线 才有他今天的和平 他感觉到非常懊悔 但是懊悔也晚了 我们知道三月一号 英猎法 实施了以后 他被正式的拘捕 罪名是什么呢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其实我记得当年 清末的时候 在诸诫里 也发生了这一幕 因为写的文章 抨击了清政府 清政府要求 朱介抓捕一些 中国公民 被抓的人 大家同情他 有些人竟然扛了 背负卷 去陪他坐牢 今天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吗 同样质疑 中共宣布的死了四个人 有多少人不信啊 我相信看过这些新闻的人 其实都不信 尤其是之前已经看到过 小视频关于 中共 烈士灵园中 这些墓地 那么规整的新的墓碑 都不会相信 当印度人 死了二十个人的时候 中方只死了四个人 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放风 他先告诉你 死了四个人 然后过一段时间 你情感上接受了 他再告诉你 有多少人没有抢救回来 又死了 那这才是一个 相对规范的流程 大家都能猜得到 但是第一时间 质疑他的人 已经被抓了 他的宣传策略 有可能就会改变了 他就咬死 就死了四个人 你说多死一个 都算你造谣 你怎么办 今天就是这样 权力在他手上 他觉得很任性 之前大家 质疑过 比如说 雷锋 是吧 黄继光 董春瑞 董春瑞那个呢 还曾 是吧 也不能说完全质疑他 他这个 调侃他的人多 一般都说 只派他来炸药宝 的是一个河南人 他搜举炸药宝 走不了的时候 最后的一声拉喊 不是解放全农国 而是千万不要相信 河南人 那黄继光呢 如果你打过枪 打过重极枪 你就应该知道 人是挡不住子弹的 重极枪会把人打成两截 一说的重极枪子弹 打在身上 还能堵住枪眼 这种人不存在 那么像邱绍云这样 在燃烧的过程中 一声不吭 这种情况 事实上做不到 而且烧的是草 还是脂肪 明显的有区别 那你谈到雷锋 你说打个手电筒 在被子里面读毛选 谁帮他掀开被子的一角 拍照片的呢 更不用说他抓个扳手 躺在汽车面前 走螺丝 那前倒立板上 没有螺丝 他只领空气吗 那这些摆拍 明显的 你就能感觉到有问题 为了宣传而宣传 那今天质疑 他只死了四个人 为什么不能质疑呢 只能说 以前无法可疑 现在有法可疑了 有阴烈法了 你毁坏这个烈士的名誉 荣誉了 要判你入罪 那你想一想 整个这支军队 哪怕是边防军 他们做的东西 值得夸腰吗 拿石头打架 拿棍子互相夯 这都是双方 非常克制的成果 但是我们知道 中印边境 去年已经响枪了呀 无非是两国都不想打 印度呢 忙得照上影子 中国呢 害怕跟印度发生 直接冲突 然后在印度洋上 西方国家就有借口 帮助印度来封锁 抽查中国的 远洋货能 是不是运着战略物资 是吧 海上交通线就被卡死了 所以西方也不愿意打 而且事实上 两国达成和解 相互撤军以后 很快就爆出来 另外一条新闻 中国的未来的几年内 给印度50亿美金的贷款 出面的是亚投行 说白了一句话 就是拿钱买平安 藏着掖着 不让大家谈论这些事 让人们想到了 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老三轮战 是吧 或者叫两三轮战 打了十年 打完以后 边境线怎么划分的呢 现在是国家机密 不给你查 那么有北京市民 想质询一下 唐鲁吴良海 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协议中 被割让 现在为什么不能收回 这也不行 这也属于国家机密 不允许你查询 之前是硬读罪 你调侃式的说两句 最多只受到网络上 小粉红的这些质疑 谴责 但今天他已经给你入罪了 你这就很麻烦了 当一个国家不允许他的人民 来知晓 为国战死的这些人 这还有天理吗 咱不说他一个人打八个 是吧 那当人家死二十个人的时候 俄罗斯人说死了四十五个 你只说死了四个 大家有所质疑 即便有人牺牲 我们想知道他是谁 他的亲友 总不能 就当他白死了吧 问一声就犯法了吗 抓也抓了 电视上也认罪了 看起来还要重判 每次诉这些典型的时候 都是为了让人们敬身 不许说话 他说什么 就是什么 我相信在这一刻 心中有的疑问 并且压抑不住 随时有可能 要往处说的人 可能会越来越多 李文亮 李文亮死了以后 告诉李文亮 疫情严重性的 这个医生 他不服 是吧 按他的说法 老子就要到处说 但是他没敢说 如果他真的说了 也不至于全球死这么多人 我们今天看到 每一次对舆论的前置 打压标志性的人物 在特定的时刻 从严从快 从重的处理 触犯这个政权 历临的人 都在标志 中国的言论空间 越来越小 明知道社会有问题 大家都不敢说 逐渐的形成了一个 自我审查的环境 这在说明 中国人的血性正在丧失 每个人 为了自身的利益 都在把自己活得 越来越精致 我相信这样的中国 是每一个人 反思起来 都觉得饱含着屈辱的 他真的能长久吗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